主要是上一次做了活动 所以我有订出了几套的 介绍我们越南从原始开始的传统服装 像那一间 其实它是女生的 它也是女生的 但是它比较宽 它没有要伸 是旗袍 对 我们没有叫旗袍 我们叫做传统服装 越南的传统服装 有什么特殊节日才穿 不是都白色的吗 这个是我们以前的 以前旧币族或者是 皇家才穿有颜色的 然后一半的话都穿比较盛色的颜色 然后这一件衣服的话 它是叫我身传统服装 我身的长那个传统服装 因为它为什么叫我身 因为它前面有两块布 缝在一起 然后后面也是一样 所以它是四身 然后在上面的话在这边的 它虽然就没有缝起来 但是因为我们那我们的那个 那件衣服的含义是父母在肩膀上 所以叫五身义 然后这个是后来清代的时候有改良过的 对清代改良过 那时候是以它有个名字 那个名字的话可能有一点点那个 歪义的 然后在最近了 最近这事后来是有改良到可以短板 好像一变洋装了 对它类似可以配那个里面的长裙 然后像其实越南的传统服装的话它是 类似是这样 它的现在比较方便一点嘛 大家都用后面的一个拉链 嗯 像我们拉链的 在这里 它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布料啊 感觉好像 它比较轻薄 比较透漆 透漆 对然后它比较有那种 比较轻硬 不能用后的 后的也可以 但是它穿上来是一种感觉 但是越南的传统服装的话 都是用比较薄 然后比较轻的 然后像有的 我这边的话有那个扣子 是 其实是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从最传统的 就改良到这种的服装的时候 我们的扣子都是在上面 嗯 在前面的 然后在一下这边下去到要身这边 是 然后后来因为更方便一点的话 他们都用拉链 但是用拉链的时候 那个背后的身 那个背后的看起来不太好看 所以我现在做的衣服的话 我还是请那个师傅帮我做是 扣子在前面 很少放在后面 因为它可以在我们这边的 如果是肉肉一点的话 肩膀这边肉肉一点的话 可以看起来显瘦 比较好看 对 然后我们越南的传统服装 有的人会看出成那个 呃 的来源是中国的那 大陆那边的旗袍 其实我们越南的传统服装 已经有很久了 嗯 我们 呃 大概 算起来的话是有 呃 才开始在上海 出现在上海 嗯 那至于我们的 日南传统服装啊 它 像前面跟后面的一件 那个脚 那个翼啊 它比较长 哦 然后在里面还配了一件护子 嗯 配了一件护子 然后那个 菜开是从 那个我们的 那个药 从那个斑药下去 那看起来好像很很封闭 但是其实蛮性感的 就是 大家都想说这样会很露 其实 那个穿上去的时候 我们在那个 药森那边会露一点点肉 那个肉是一种那个性感的 嗯 哎 那其实越南的传统的服装 呃 穿上去的时候 还蛮显身的 显瘦 然后呢 我们胖和瘦都可以穿 就算是size是不一样 那我们 如果是有一些人呢 喜欢 呃 比较显瘦一点的话 他们会用那个布料会厚一点 其实我们每一 呃 每每每一段时间都 那个布料 的流行都不一样 有的时候很厚 很厚 但是会透漆 那有的时候是很薄 它是透明 然后 呃 有的时候呢 大家会用那个 西装 比较紧身的那个 西装裤 再搭配 有的话还是用长裙 再搭配这样子 就是 讲到越南的传统的服装的话 就是 就是 它也是我们越南 的一种精神 也是代表我们越南 呃 女生的一种 那个 温柔 这我们在全世界 要看到越南的 有人穿的越南的 呃 传统服装 就是觉得 这我们那边的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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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下降 有清洁感 对啊 这几件有分什么冬天跟夏天吗 嗯 其实我们没有分冬天跟夏天 只是说是有的 现在 嗯 现在改良比较多 然后有的人的话 就夏天喜欢穿短袖 所以他们用的是短袖 那有的话还是会有 有那个 无袖的 或者是圆领 或者是 B领 嗯 然后比较领 或者高一点 然后后面的 呃 以后会比较强一点 只是强一点的话 呃 后面的脚衣会长一点 因为我们越南传统的服装还是可以可以当成我们越南的那种结婚礼仪上的一种很很称重的服装 然后在呃我们过年过节我们都有穿 越南人都喜欢穿 像是越南的女生的话 每一个人一定要有一 最少有一 一套自己的衣 有的人的话是好几百套都有 像我现在 我 我也至少会有十几套 嗯 才两年内我已经做了十几套 然后还继续制作 对 我们来介绍那几件 越南也有男士的传统服装 也有女士的传统服装 但是因为那个男士比较珍重的时候才会转的 或是旅节 那个礼节的时候才会转 但是 女生是不一样 我们也随时转 只要喜欢转的话我们都可以转 但是男士会比较少一点点 但是我们那个男士的话 像以前的话是 也是像我们女生穿的裤子一样是要长 然后比较宽 但是现在的话他们可以配那个戏装的裤子 对 也是也是作为那个我们结婚的那个服装 嗯 然后现在我在我们越南那边 今年的也比较流行 更有一些那个报导说 我们在那个政府区块办事的男同事 可能所以慢慢会改为穿那个我们越南传统的男士 也是她的比较爽 我们现在的朋友们来就去看 她就是男女生的女生服装 对方那边就去看 但是这个女生服装 我其实是女生服装 我其实是女生服装